二零二三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個月十五日到二十七日 在德國柏林舉行 臺灣這次臨選出六十七名選手 與融合夥伴 參加田徑等十一種運動競賽 將在明天出發 總統蔡英文下午為代表團秀奇 期許選手們享受運動樂趣 突破自我 黎明技術學院特奧籃球隊 在教練成人於率領下 相隔四年將再次出征 夏季世界特殊奧運 曾文賢和朱志鴻都是首次當國手 2019年阿布達比特奧 黎明特奧籃球隊在第六級拿下金牌 這次柏林特奧朝衛冕金牌努力 而特奧融合籃球 三位運動員與兩位一般生組合而成 球賽中運動員是主角 夥伴 從旁協助 關山工商學生張欣怡是這次田徑比賽 台灣重點選手 除了參加八百公尺和四百接力 因意外被教練發現標槍潛力 將參加女子標槍 而且是能力最高的A級 在我們都還沒有教她丟標槍怎麼丟的時候 她就可以丟出至少超過十二公尺以上的這樣子的距離 這是優於所有的女特奧運動員 在教練台內部是非常看好心意 能夠順利的奪下三面金牌 想要把三個金牌帶回來 然後最興趣的話是八百公尺 特殊奧運按能力分組不是精英比賽 但臺灣在上街特奧二十三斤二十一銀九銅夾擊 柏林特奧是疫情趨緩後第一次特奧 六十七名選手也是近幾年最多 總統蔡英文特別親自授旗 期許選手享受運動樂趣 突破自我爭取最高榮譽 紀人小惠沈志明 台北報導